人总说,养肝等于养命,反过来说伤肝就是伤命,有时候,身体出现健康问题,会有一些增长,比如说肝脏不好,身体就有四个部位的颜色可能会发生变化,这些部位变色是肝不好,手掌变色,正常的手掌颜色是均匀的淡红色,而有些慢性肝炎,肝硬化病人的手掌,确实会比正常人的红。 这在衣食上称为肝脏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人体产生的雌激素主要有肝脏灭活,肝功能长期不好,会导致体内雌激素蓄积,此激素有扩张血管的作用,可使皮肤上出现一个个状如蜘蛛的红色血管质,部分慢性肝炎和肝硬化病人的手掌,脚掌,面,肩,上胸和背部,会出现成片的毛细血管扩张。 使这些部位伴出丝丝红色,脸变色,脸部,是身上最直接最容易观察到的部位了。 如果脸无血色,暗沉,是因为肝血不足,脸部得不到滋养。 如果肝脏毒素过多,脸色也会出现暗黄的信号,很多人知道肠措窗是因为激素失衡,内分泌失调。 这是因为肝脏毒素过多所致,如果脸上长粉刺,也是肝脏能力不足,不足以破坏体内的黄体荷尔蒙,让其不能处于平衡状态。 眼睛变色,肝脏分泌的胆质中有胆红素和胆绿素,这两种色素进入血中的量过多时,就会产生黄胆。 这个大家相信都知道,眼睛,皮肤都黄了,出现这个可能是得了肝炎或其他疾病。 同时注意,眼圈薄黑有时也是某些肝病的表现,如果眼睛经常干色,臊痒怕光,也可能是肝血不足,是眼睛滋养不够,有时候干肝,眼睛也会发红,发炎,嘴巴变色。 如果嘴巴发暗,有口肝,口臭,口苦的情况,你就是要注意了,这是肝火过往的现象,是要及时去肝火了。 要肝劳劲四少四多,四少,少动怒,大怒时,气息上腻而不顺,会严重影响肝的功能。 保持好心情,少动怒是护肝第一步,爱巴怒的人可以适当吃些苦瓜,山楂,或加菊花,绿茶,绝名字各时刻,开水冲泡服用。 少喝酒,喝酒最伤肝,加重肝脏负担,是酒酒能少喝就少喝,能不喝就不喝,肝脏才会更健康。 少熬夜,经常熬夜就会导致睡眠不足,身体抵抗力下降,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。 少抑郁,心情压抑,郁闷会肝气愈结,进而引发一激烈病症,抑郁可以通过调控情绪来缓解,也可以在指导下服用输肝脏器的妨扰。 四多,多喝水,多喝水能力量,排度,减少体内毒素的聚集,给肝脏减轻负担。 多护眼,扩度永远也会耸害肝脏功能,是疲劳者建议用眼球操护眼,闭目,同时转动眼珠,先顺时针十次,再逆时针十次,每天十分钟左右。 多运动,运动是促进气血调和,舒肝降火的好方法,周末踏青,交流,观赏自然界的绿色植物,即刻强身健体,又可依静让嘎。 多食感,春季养肝硬增选少酸增肝原则,可多食用大枣,山岳,变豆,瘦肉,鱼类,蜂蜜,大小麦等食物,搭配新鲜蔬菜业蔬干里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